大家好 我是瘋 終於1.20出了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晚上11點多 因為有時差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才更新1.20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在第一時間 就來玩玩看 1.20 到底有什麼差別 跟我們過去測試的這個 1.20 RC版 Pre-Release版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順便透過測試的時間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1.19的生存記錄檔 那些裝置能不能在升級1.20之後 直接使用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到我們的1.19原版生存 我發現他並沒有提示我 要不要進行升級 這是不是會有問題呢 I don't know OK 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版本 目前的版本 確定左上角寫的是1.20原版 那我們進來了 這個我們的生存世界 我在線下有做一些地圖 想要把這個空之域 把它做出來 還沒有完全做出來 目前看起來 這個行走上是蠻順的 非常的順 而且1.20之後 在製作浴水裝也不大一樣 我們需要去找模板 所以呢 我線下其實做了很多的浴水張 不過我已經藏起來了 不給大家看了 這個有機會再給大家看看 今天主要是要來測試 我們在1.19的生存世界 並且提醒大家 我這個生存世界 原來的生存版本是1.19.2 我直接把它升到1.20喔 那順便給大家參考看看喔 像這樣子跳版本升級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喔 好 我們陸續來測試喔 我記得呢 我們先來看看 這些像甘蔗雞啊 或者是 一些比較簡單的裝置或農場 可能就不大需要再去測試喔 因為這個農作物 目前1.20 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喔 那裡面應該還是會持續的去做這個打包喔 這個地方我們就不用特別去做 我們旁邊呢 有兩台裝置喔 我們先直接過去給大家看 這個是動物農場 應該也比較不會有問題喔 這個地方我們就不用測試喔 我們直接到我們旁邊的裝置去 我們要測試的第一台機器呢 是我們的骨粉機喔 這個骨粉機如果可以使用的話 那我們其他受影響的包含 像我們的樹廠 還有高速繁殖的農場 還有一些其他需要大量骨粉的農場 都比較不會有問題喔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骨粉機 能不能正常使用喔 我們的開關我記得是坐在這個地方 這裡應該看得到 目前看起來 這個骨粉機的功能喔 應該可以說是完全的正常喔 而且我現在目前的版本 我剛剛有提過是在原版啦 那我在執行的過程 我的感覺喔 並沒有太大的卡頓 這個行走上也沒有太特別的 像之前1.18這個明顯的卡頓感喔 還不錯 喔可以 那我們這骨粉機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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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骨粉機呢 可以正常使用喔 我們先把它關機喔 再來是這個炸食機 我們也來看看喔 我們的開關在上面 這邊等一下就可以了喔 看起來這個炸食機也是完全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這個地方就把它關掉囉 那這個地方當初是設計要來收集黃金的喔 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地方能不能正常使用喔 喔看起來也是沒有問題喔 這個珠布林的縣市珠恩塔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喔 我們接下來呢 到這個熔爐陣列那邊 不過在去熔爐陣列之前呢 我們先拿個材料 我們看有沒有什麼可以測喔 我們這邊拿鵝卵石好了 我們來測試看看喔 這個熔爐陣列在執行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明顯的卡頓感喔 這個很重要喔 那以往過去的升級經驗喔 在每次原版一推出 我們在使用比較大型卡頓裝置呢 都會有明顯的卡頓感喔 那這裡呢 希望呢 有機會改善喔 我稍微把這個石頭 全部都給它拿過去 我拿兩盒就可以 而且這個飛行的順暢感也是不錯的 雖然這些區塊喔 都已經加載過了喔 不過過去的經驗是喔 就算加載過的區塊 在重新進到世界之後呢 也是會有明顯卡頓的喔 我先把這個介幅盒放一放 好 我直接丟下去 它應該就會執行喔 全部都是石頭 就比較好丟了 那我們來附近走走看喔 欸 還不錯 我目前應該有已經燒完了 欸 上面已經燒完了 有沒有發現 燒完了 而且呢 我發現 我在這個行走的過程呢 感覺不出太明顯的卡頓喔 那過去在升完原版之後 這個320龍龍陣列喔 在執行的過程 都會有一點卡頓感喔 目前我是感覺不出來 所以 欸 這一次的升級 還真的是順暢有感喔 好啦 好啦 那我們就等它把它燒完 燒完之後 我們再去測試下一個裝置喔 好了 經過一段時間了 很快的就把這兩盒都燒完了喔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喔 有沒有 其實都燒完了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到樹廠喔 那 樹廠這邊呢 也順便要來測試看看喔 在 其實我們過去在執行這個樹廠的時候呢 這個卡頓感非常嚴格 我們忘了拿樹苗喔 這個卡頓感非常嚴重喔 那 實際上喔 因為我們過去在遊玩的時候 都會裝一些優化軟體嘛 那這個優化軟體在沒有裝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用原版在執行樹廠呢 這個遊戲體驗的不是很好喔 我們拿一下樹苗 我記得我的樹苗呢 在這個地方有 我們就來種種 應該 我忘記是種這個還是種這個 那我們都拿一些好了 好 我們直接先到樹廠去喔 希望這一次 能夠 用原版的方式執行這個樹廠 接著來測試看看我們的樹廠 能不能正常工作囉 直接開始 好 看起來這個樹廠是沒有什麼問題喔 我們先把它關機 有一點吵喔 那我目前的測試感覺是還蠻順暢的喔 接下來這個限複製機 來看一下能不能使用喔 來 看一下 喔 可以正常使用 沒有問題的喔 這個地方我們先把它關上 好 那這個釀造機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啦 我們來直接開這個藥水喔 好 我們來這個緩降久一點 然後來一個 直接喝的 好 來 我們來看看喔 直接給它釀造看看 好 釀造完了 我們來看一看喔 你看這邊有緩降藥水 而且是4分鐘的喔 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釀造機呢 也能夠正常使用 我們接下來直接 到 地獄去 地獄呢也有些裝置要測試喔 那地獄這邊呢有一個 這個雙維度的凋零骷髏農場喔 不過因為這個雙維度的凋零骷髏農場 需要兩個賬號 我目前的另外一個賬號呢 目前設定還有一些問題喔 沒有辦法使用1.20來遊玩喔 這個之後我們再找時間呢 測試給大家看喔 那我相信下面 因為目前迷霧看不到 那 可以會有凋零骷髏的生成喔 不過這個之後等到我賬號 設定完成之後 我再測試給大家看喔 好 我們直接前往 欸 好了接下來我們就要去我們的堆疊突襲塔喔 那我們去看看我們的堆疊突襲塔 能不能正常使用喔 應該是這個地方吧 對來 我們到突襲塔 那我們需要先取得詛咒喔 我們先到上面 我們稍微等一下 應該差不多了喔 幾秒鐘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要下去 找隊長 喔我看到了 兩個隊長 三個隊長 一次把他解決掉 四個隊長 喔這麼熱情的嘛 來來來這邊還有 好我們走了我們走了 好了這邊就可以觸發突襲我們把這個開關打開喔 這邊也要順便要解一下 看一下 好了 看起來這個堆疊突襲塔 都能夠正常使用喔 它會原不絕的一直生成喔 好我們先把它關掉 不要給它伸 我們離開這個 現場喔 我們接下來要去今天的最後一個裝置 也就是我們的刷殺機喔 好 區塊加打器目前也是正常動作喔 表示它可以自動投回喔 再來就是啟動我們的刷殺機 我們的開關記得在下面 我們把刷殺機啟動 好了 好我們接下來 就前往中介囉 我這邊怎麼跳上去比較 應該是有一條路 我記得我有做一條路 可以方便跳上這邊 好了 那 現在就是見真章的時候了 我們就前往中介看看 我們的刷殺機 能不能正常使用喔 來直接前往中介 應該都是有的 應該都是有的 好 我們下去這邊 我們之前設計的刷殺機 會同時進行打包 目前看一下 我們從導入漏斗來確定沙子有沒有進去喔 這邊也有 這邊有沙子 所以呢 目前為止喔 我們直接在官方 1.20 發佈的 第一時間 超過原版 方式喔 那去開啟我們過去在 1.19.2 生存的這個 存檔喔 並且測試一些比較重要的機器 目前喔 看起來 這一次的升級呢 非常的有感喔 我是瘋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 大家 掰掰 掰掰